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Ella 你記得我桌上有這麼多貼紙 今天這條影片想教大家怎樣去做這個貼紙 我上幾條影片有說過怎樣去用雙面膠紙做貼紙 那就是這條影片 大家記得來看 今天我們做了一個不一樣的貼紙 就可以圓張剝出來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Let's go 在開始之前你們需要影印了一些你想剪的圖案在白紙上 就像這樣就影印出來才可以做到的 好 跟影印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一張這樣的貼紙 這些貼紙就是這樣一大張可以撕起來的 那其實最好就是買完沒有分割的貼紙 或者A4 size的貼紙都可以的 那我用這個也可以來製作貼紙 所以只要那個貼紙是符合到你影印的尺寸 是可以圓張黏下來的 其實就OK的了 好 那我們就拿一張這些貼紙出來 然後就拿這個影印了的圖案 然後呢我們就把他弄出來 就這樣 然後把這個影印出來 我們就把他貼進去這個位置 我們用上面加 我們用褐筆來貼 在後面就貼些膠上去 然後就貼在這個地方 壓住它,這樣就不會掉出來的 那我們就貼上這個方法 重複這個步驟,直接所有位置都貼上 貼滿細紙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貼滿所有的圖案上去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剪了 那剪呢,盡量留一點點白邊出來 留白邊的意思真的很像這樣 我看到我留了一點點白邊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看 其實隨你喜歡的 通常人的那些 我就會留白邊 或者這些 食物那些我都會留白邊 那等一下就會回到頂啊 那等一下就會回到頂啊 沒問題 好,那我们就剪了一个出来 这个呢,就在背后炆,已经是炆到的了 但是要小心,就是不要炆了,你黏在那张纸,就炆后面那张胶 这样就有一张甜纸了 好,那我们就花竹芝麻热点它啦 好了,那我们就剪了所有的贴纸出来啦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学会了做这款贴纸呢? 那今天这条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 share影片出去,还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啦 拜拜 by bwd6